难怪武大郎死有余辜 他和潘金莲的那些事 长大后才彻底看清 提及武大郎 我们的脑海里会浮现一个相貌丑陋 身高不满无耻的侏儒 由于武大郎又矮又丑 他得了一个三寸钉骨树皮的难听绰号 反观潘金莲则完全相反 原著道 潘金莲眉似初春柳叶 长寒着雨恨云愁 脸如三月桃花 暗藏着风情月矣 闲邀鸟挠 居树的艳懒盈涌 寒口轻盈 狗隐的疯狂叠乱 欲冒妖娇 花结雨 方容窈窕欲生香 武大郎和潘金莲好似两个世界的人 也像是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 可在阴差阳错之下 武大郎却取了潘金莲尾气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清楚 潘金莲在王婆的介绍之下 认识了西门庆 二人狼狈为奸之事 终被武大郎发现 这才有了潘金莲毒死武大郎 引来武松报仇血恨的风波变故 对于武大郎被潘金莲毒死 潘金莲又被武大郎弟弟武松所杀这件事 读者们有没有不一样的看法 相信大部分网友都认为 潘金莲死有余辜 他明明以为人妻 却不甘寂寞 屡屡仗着姿色勾引汉子 好比潘金莲就曾对武大郎的弟弟武松 胡谋不轨 他趁武大郎外出之时 张落了一桌酒席 带武松回来后 潘金莲假意与武松吃席 却将杯中的酒饮了一半 然后对着武松眉目传情 拒绝了潘金莲的勾引 可没过多久 潘金莲终于耐不住寂寞 和西门大官人勾搭在了一块 在云哥的通风报信之下 武大郎试图捉奸 却被西门大官人一脚飞起 踢中了胸口 就此倒地不起 此时的潘金莲一来为了与西门庆 长期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二来为了杀人灭口 于是在武大郎的药水里掺了毒药 最终毒死了武大郎 明面上来看 武大郎是一个受害者 而潘金莲却是一个最大恶极的毒妇 然而 当我们长大之后 重新审视这件事 却发现潘金莲固然心如蛇蝎 但武大郎也是死有余辜 语者认为 武大郎也有不对的地方 一 一位忍让甚至逃避 原来武大郎并不是杨谷县人士 而是清河县人 只是潘金莲嫁给武大郎之后 武大郎太过于忍让 这才搬到了杨谷县 原著里是这么写的 却说那潘金莲过门之后 武大是个懦弱以本分的人 被这一般人 不时间在门前叫到 好一块羊肉 倒落在狗口里 因此 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 搬来着杨谷县 此时节令防居住 每日仍旧挑卖吹饼 武大郎哪里会知道 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就算换一个泳池 也无济于事 此外 武大郎在面对困难和挑衅之时 一味地退缩和逃避 让潘金莲得不到充分的安全感 心生不快之下 这才对高大为猛的男子 情有独钟 更致命的在于 武大郎得知潘金莲红杏出墙 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武松 而是自作主张地去捉奸 被西门庆打伤后 武大郎还让潘金莲照顾自己 甚至承诺养好了伤 就不把这件事告诉武松 等于说 武大郎该强硬的时候不强硬 该忍让的时候却不忍让 这才亲手酿成了这一场悲剧 二 沉迷美色 把女人当成物品 武大郎当年若没有迎娶潘金莲 就没有今天的这一场悲剧发生 是啊 武大郎知道自己的条件 也知道潘金莲秀丽绝伦 先要恶挪 可武大郎没有想想 潘金莲为何会嫁给自己 书中写道 那清河县里 有一个大户人家 有个使女 娘家姓潘 小明换作金莲 年方二十余岁 颇有些颜色 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 这女史只是去告主人婆 以下不肯一从 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 却盗赔些房莲 不要武大一文钱 白白地嫁与她 常言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那位大财助 为何不要武大郎一文钱 白白地将潘金莲嫁给她 无非是不安好心 反观武大郎 她是知道 潘金莲像一个货品一样 被财助送给了自己 如若武大郎 真的心地善良 理应还潘金莲 一个自由之身 可武大郎 见潘金莲美貌 当即接过了财助盗赔的嫁妆 且继续把潘金莲 当成货品一般 放置于家中 以达到强行霸占她的目的 俗话说得好 侧子头上一把刀 一心想吃天鹅肉的武大郎 最终惹火上身 不仅害得自己死于非命 还害得武松丢了都头的柴使 最终被逼上了梁山 反过来说 武大郎如果没有贪图美色 娶的是一个相貌普通的女子 以她的勤劳朴实 就算没有大富大贵 也能一世无忧 平安喜乐了 综上《水浒传》 看似是一部武侠小说 实则将人性的复杂 多变与丑陋展现的淋漓尽致